大家好,我是老赵 这一节接着给大家分享第五绝的内容 在上一节给大家分享了赵旭峰先生的秩序 这一节给大家分享科文九条 有朋友会问,赵老师你不直接给大家分享正文 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科文九条呢 因为科文九条是我们在学习风水中 或者是在风水应用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赵旭峰先生在科文九条做了一一的回答 我们通过赵旭峰先生的解答 我们也好解决在风水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科文子愿,就有人问赵旭峰先生 先生不善心了,而住地理五绝的 四位地理有准严,常讲回人不讲地理 而富贵在有之 汉人查家家论语 而其中以多败绝合影 那么就有人问赵旭峰先生 说先生,你这么不怕辛苦而写到地理五绝 那难道地理有准吗 那为什么,如果说地理有准 为什么说,这个回人他们都不讲地理 但是呢,回人家里却也有富贵的呢 而我们汉人,那么家家斗伦地理 为什么说,汉人其中还有败绝的呢 那么这个问题,看赵旭峰先生怎么回答的 只一位地理之道,为荒诞乎 那难道你说的这个地理没有准吗 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吗 无论是向阴阳观流泉,古之圣人也以言之 不管是看阴阳还是观水 那么在古圣先贤 那么他们呢,都对这个东西呢 以做了颤熟 即此前之物至于此地 地生至于匹地一绝 吾遭未非,关乎地气乎 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就是在古圣先贤的 在这个古代的圣人呢 他们都已经把这个事说得很明白了 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植物一样 那么种在这个地方就异章 种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不异章 所以说呢 这个呢,这就是地气的关系 这就是地气 这难道不是地气吗 旷点集中 每日两间贤器 三余爱中灵 是以前人以信者多疑 与又何疑因 就是呢,就是在古代的典集当中 并且呢 这个我也是经过了多次的验证而得来的 所以呢,你又为何怀疑呢 古人谁不讲地 而遇美地,他不能不发 汉人家家论地 然以士气所言之地师 何如而 不得以地 不得以人之盲目 而畏罪以地之不灵也 那么赵英文又说啊 这个,回人呢,虽不讲地 但是呢,他如果葬了这些好地 当然,他也会有发展 那,汉人虽家家论地呢 但是呢,论地 他仍然有地之好坏 因为地是有水平之高地 所以呢,你不能以人的盲目 人的盲目 而说地理没有灵 地理无灵 所以啊,信如先生言 这地理有准意 富贵可求意 那按先生所说的 那地理是有准的 那富贵是可以求来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凡求于大富贵者 徐于大地 以行长先灵,富贵即可 抄卷而得乎 如果按照你说的 那谁想发富贵的 发大富贵的 那么就找一个好的地 给点赞祖先 难道这样做 富贵就文朝圣卷吗 事业 诸实多事 平安之地 人类可求 那赵英文一样说了 如果你想找一个 丁采两望之地 用相当的话说 做一个小康之地 平安之地 那么这该呢 是人类可以做到的 至于封王败相 这些大地呢 至于封王败相 大地多有奇形怪学 神鬼可护 以待犹德 非人类可求也 那么就是至于说 你想找一个 丰厚伴相之地 那么这些大地呢 多不是容易 可以看到的 并且呢 这些大地呢 由神灵呵护 踏实贷有德之人 才能得到的 并不是人类可以求的 信如先生言 如按理说的 是阴地不如心地 那是阴地不如心地 对不对 无人指 即得行人 又何必问地之即兴乎 那如果我要是 知即得行上 那又 就不用问这个 又何必去问 这个地之好赖 指这样故事 若夫积一地理之学 而与行道与实 当谁大小地为人造福 若以于阴地不如心地 差又人焉用疲而斋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赵英文之间说 你说的呢 也有点道理 但是呢 我们学习地理道 那么就是按照地理之学 按地的大小为人造福 那如果我们自讲 这个阴地不如心地 那这样我们风水 摊义之学 还有什么用呢 可是穿山吐地 那家安心 原土里气的话 钱人多精进言之 而先生都不论及 其前人只望言 而实无其理不乎 那么人家又问一下 关于穿山吐地 爱兴纳甲 软土里气的马 就是之前这些穿山七十二龙 吐地六十龙 以及爱兴 就是关于纳甲 纳甲呢 当然天性纳甲 爱兴呢 就是玄虹爱兴 包括一些圆头上面的 这个呢 就是蔡奇的书 说的是很多的 那就问赵云说 而为什么你不论呢 你不说这些呢 你不谈这些这些呢 难道是这些人说的 没有道理吗 而子愿 有着无理 只是不知 有没有理呢 我不知道 但呢 事而未厌者 于不敢逼着于书 移无后人 如果我是了 没有应验的 我不敢把他写到 我的书中 来移无后人 你看看 赵俊峰先生的自学的态度 就是说 这个理论拿过来 我去经过实践 经过福宴 那么这些应验了 我才敢写入书中 不应验了 我就不敢写入书中 屡试而屡验者 已敢公主与同志 就是我屡试屡验的 我试了那些可以应验的 我经过福宴就营 这些理论 都是可以用的 我才敢写到我的书里 让这个同道之人去学习 于这书传信而已 那么我写的书呢 就是传一个诚信和信息 这么简单 那么这下面这句句呢 赵俊峰先生的回答得很好 那也是我们现在学习风水的 和完成风水的人 所要学习的 好 那么这个科文九条的 这上半部分呢 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